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网传女星于舒心在剧组拍戏时耍大牌 让群演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等了好几个小时 严重拖慢了剧组进度 这个爆料有一定的真实性 于舒心身为271力捧的艺人仗着有后台保驾护航 形势挺嚣张的 之前他参加某品牌举办的商务活动时 就对自己的Title排到别人后面感到不满 因此拒绝露面经纪人还当场闹起来 要求主办方给他们一个交代 主办方担心活动出问题就低声下气哄他 还送了他品牌的样品 这才把事情应付过去 除此之外 于舒心对合作的艺人也诸多挑剔 他曾嫌弃拍对手戏的男艺人咔位低 长得丑因而拒绝吵CP 还自作主张逼着剧组删减他跟男艺人的感情戏 只能说这次于舒心做得太过火了 群演们忍无可忍才在网上爆料 而事发后 剧方跟于舒心的团队都进行辟谣了 剧方这么做是不想让负面新闻影响收视率 现在于舒心的团队还压下了大量的负面通稿 不想让事情继续发酵